今天我们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各位 我们常常被灌输要做真正的自己 可是在职场里 我真的可以做自己吗 还是要努力符合同事跟上市的期待 如果我天生的个性 就是那种不受欢迎的个性的类型 那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困扰 当我接收到有学员这样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或多或少 在某一些状况下 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种 跟自我的一种冲突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要用哪一个方向来切入 来解答这个问题 各位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我还是要先定义 何谓做真正的自己 老师在课堂当中常常跟你讲说 其实你有很多个自己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 其实当你不需要考量任何人时 OK就是你没有任何的限制 你很自在的 那个时候 那个自己往往是无意识的自己 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各位我们其实常常是什么 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 所以我们怎么样遵守着某种内心的 这种规则也好 或外在的习惯 比如说你看到红灯会停 绿灯会醒 你照着你一贯的路线在走 其实那个时候 不见得是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自己 是必须透过选择来展现的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意识的选择 各位什么叫做有意识的选择 你还记得吗 我们告诉过你说 其实这个选择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必须要意识到 你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各位 这时候你做出来的选择 那才叫做有意识的选择 因此并非符合别人的期待 就是违反了自己的本性 各位 这件事情是大家常常往往会误解的 比如说你有时候你必须要讨好对方 可是如果假设怎么样 是你分析过 是你怎么样思考过 各位 其实那个并不是违反了自己的本性 好 来 而是你要找出你这样做的背后理由是什么 好 注意 有自己的理由 其实就算是做自己 换句话说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做了我们可能要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 甚至有时候是一些不想负的责任 但是你必须承担 可是只要你今天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思考过 即便你不想做 可是你有你要做的这个理由在里面 各位 那个就算什么 算是真正的自己 好 所以我们重来看一下 那么在职场当中 你真的可以做自己吗 好 来 各位 那就要问 那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你必须有意识的做选择 才叫做真正的自己 那么如果你在职场当中 各位 你很清楚的知道 你是要往上爬 你很清楚的知道 你想要得到融入这个 我们讲说大家的圈子里面 好 各位 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那为什么符合对方期待呢 就会与你自己有冲突的 各位你想想看 我要的跟对方期待 为什么会有冲突呢 好 各位 因为我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我们会产生冲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以为 我们要听对方的话 各位 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会觉得跟爸爸妈妈的冲突 就是反正你们就是要我听话 可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很少去思考 他这个 比如说他下了指令也好 或他要你做的事情 这个真正背后 他的需求 渴望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认为 反正对方就是要我们听话 我们就会少了一种 叫做自主性 那我们少了自主性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抗拒意识 而这种抗拒 其实就是我们内心当中 感受到的冲突 于是你内心的价值观 就会产生冲突 好 我们来看 职场当中最常出现的 三种冲突的这种状况模式 好 第一个叫做 叫你多做事 好 什么意思呢 主管或是同事 老是要你处理分外之事 所以这时候你的内心的价值观 就会产生一种冲突 说这不是我的事情 这个不是我的工作职场范围内 为什么总是要我多做一些 我分外的事情呢 好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认为 他对方就是要我们这样做 那跟我们内在的价值观冲突的时候 各位 我们当然就会觉得 我们好像无法符合对方的期待 可是如果你想要的是什么 各位 你想要证明你的能力 那是不是有可能多做事情 其实上是怎么样 是可以证明你的能力的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 各位 外在的这种所谓的 我们讲各种的情境 或者是我们讲说各种的事件的发生 都可以为你所用 因为你可以产生 跟你一样产生连结 好 所以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会直接就说 为什么这些事情要我来做呢 好 各位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种 常常讲的冲突模式 第二种叫做什么 叫做做杂事 好 什么意思呢 好 各位呢 就是总是要你处理 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好 换个角度来说 就是你找不到你做这件事情的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好 举例来说 有可能是常常这个主管 要你帮他处理他私人的事情 好 所以你就找不到 这个工作的价值 工作的意义 好 或者是什么 常常要你怎么侦查倒水 或者帮同事拿一些东西 或者处理一些 其实不见得是你应该要处理 而且他好像感觉起来 这个跟工作本身无关的事情 所以你找不到 做这些事情的价值 或者是意义 各位 那你就内心当中 就会产生冲突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 一样跟刚才讲的是 那些事情是 不是你的责任范围 那这个是什么 不知道你为什么是你来做 就是那个价值跟意义 你找不到 好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一件事情是 同样道理 各位 如果我们刚刚讲 我们可能想要建立 好的人际关系 我们可能想要怎么样 融入团体 我们可能怎么样 想要跟对方可能有话题 有连结 那也许我们多做一些 这个所谓跟工作无关的事情的时候 各位 我们好像可以怎么样 有一些切入点 就好像插水间的谈话一样 所以这重点还是什么 那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各位 当你想要的是什么 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你会有意识的 去把这些事情做连结 好 第三个呢 各位 叫做做错事 好 什么叫做做错事呢 做错事有什么好冲突呢 就自己做错事了 对不对 但是我讲做错事 为什么冲突呢 原因是因为 你都是照做 但对方总是又翻盘 各位 比如说 你可能有遇到这样的主管 明明他之前是这样讲 你就照他方式做了 可是他后来就跟你讲说 我不是要这个 好 所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是沟通出了问题吗 还是说真的是对方 总是怎么样 这个朝令夕改 或者是说话不算话 好 但是有个重点 关键点 就是你没有意识到 一件事情是 是的 各位 他其实可能就是你的主管 OK 也就是换句话说 你当你了解他的个性 了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 各位 你应该要找到的是 跟他的相处模式是什么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觉得内心当中产生冲突 觉得这个人很讨厌 觉得这个人很烦 因为你必须要怎么样 跟他共识 所以当我们知道 我们要跟对方共识的时候 各位 我们就会调整我们的内心 我们就会怎么样 让这样的一个冲突会降低 就好像各位 你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一定还是会跟你的 最亲密的家人产生冲突 但是如果你想过 要跟他相处一辈子 那可能解读的模式就要不一样 好 所以我们来看 但是这些情况真的是问题或冲突 各位 来 所以今天老师要教你 来 与其说是冲突 还不如说是你每天遇到的各种情境 可能要你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可能有些事情真的没有价值 可能怎么样 真的你就怎么样 照做 可是却怎么被骂 好 这些都是有可能 每天在上班出现的情境 我很好奇 我们现在在线上的伙伴 老师刚刚讲的这三种情境 你觉得你在你的工作职场当中 哪一种比较多呢 常常叫你做其他的事情 还是叫你做一些杂事 还是常常跟你讲的话呢 这个就翻盘了 一还是二还是三 好 各位 好 那 与其说的为什么会冲突 各位 这个冲突的原因呢 就是你想要去跟他做对抗 好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冲突 都是因为我们站定的立场 然后想要跟对方产生对抗 那当你认为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时候呢 各位 你就会有一种对抗的意识出现了 是吗 对不对 那种一种就是抗拒的意识 所以当你想要对抗 可是问题就来了 你的权力如果在职场上面 又是比较不足的 于是你就会觉得难受 所以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结点在哪里了吗 对 因为你开始产生了抗拒对抗的意识 可是你在职场当中 可能又怎么样 又为不足道 可能又是最基层的员工 或者是怎么样 反正对方的权力比你强大 于是你怎么样 你就会觉得上班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觉得很难受 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在职场当中 不能做真正的自己 好 来 各位 所以老师今天要教你 化解冲突情境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叫做合理化 所以刚才过程当中 如果假设举例 叫你多做事情 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合理化 好 有可能人家认为 因为你真的能力比较强 有可能真的主管的 觉得把你当心腹 找不到其他的人 可以多帮忙 好 所以合理化就是帮对方找理由 各位 只要你能够帮对方找到理由 那这件事情不论他对还是错 但是他就是合理的 你记住 你不需要认同对方的理由 所以如果你假设讲说 他把你当心腹 你可能心里想说 我干嘛要当他的心腹 当他心腹有什么好处 好 OK 我没有要去认同他的理由 但是只要找出可能的理由 我们就做到第一步 叫做合理化 所以你会记住 所有的冲突 各位 再强调一次 就是因为你开始做对抗 如果今天你要不做对抗 第一件事就是合理化 合理化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 各位 让我们开始怎么样 情绪并不会被激起来 好 第二个就是规则化 好 当我们的对抗的意识没有起来之后 我们就要干嘛 我们就要把这个事件 我们就要处理它了 好 所以呢 你觉得对方这样做是合理的 你就不会生气 不会抗拒它 但是呢 各位怎么处理它呢 好 合理化让你不产生对抗 规则化则让你怎么样 再会 我先讲为什么刚刚讲说 这个合理化不会让你生气 可是注意听 如果只有合理化 有没有可能会产生一种 叫做无奈的感觉 叫做沮丧的感觉 各位 这也是一种情绪 有没有 好 所以呢 我们为了不要让自己怎么样 从生气变成了无奈 变成沮丧 那么你要让你的情绪 是维持平稳的话 各位 你就要有规则化 所以规则化的意思就是什么 各位 就是将各种情境做分类 事先想好应对的方式 比如说对方要你多做事情 各位 很简单 如果在今天在你已经把你 手上的所有的事情都完成的时候 你可以答应 有没有 你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规则 如果对方要你做一些杂事 无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各位 你认为是杂事的时候 OK 那你就可以 你可以说 你可以问问看说 是不是这件事情 你可以加入你自己的想法 是不是 不是只是听话照做而已 好 或者说这件事情的处理 如果假设要去做杂事 那是不是我可以怎么样 安排在我自己想要做 这件事情的时间 不是立刻就要马上去做 OK 好 如果不行的话 你可以拒绝 你可以找理由 找借口 找方法 OK 但是这就是 你的对这种情境的规则化 但不要忘记了 你的规则化一定建立在于 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上面 各位这样听得懂了吧 好 最后一个 好 叫做品牌化 好 这个品牌化呢 就是你已经在职场当中站稳脚步了 好 什么叫品牌化呢 就是谁说职场不能做自己 好 每一个人都在做自己 所以你做的是哪一种自己 你做的是委屈求全的自己 还是你做的是强势压霸的自己 还是你做的是什么 是八面玲珑自己 不知道 好 各位 因此每一个人都会被别人贴上某些标签 好 那么你要问的是什么 就是想要做自己 就是想想看 你希望别人是给你什么样的标签 别人听到你 看到你 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形容词 那么你就要努力朝这个标签前进 让别人自然而然的知道 你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那这个时候各位前面那些问题 或者是怎么样 各位对方来找你的时候 他就已经怎么样 自己先过滤过了 应该怎么跟你互动相处 你的冲突自然就会减少 OK 好 来 所以老师要跟大家讲 其实到底今天 为什么我老师定位 叫做把题目定位 职场真正需要的人才是什么 其实我们刚刚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阶段的合理化 或者说你要需要具备的能力 是不一样的 这个表哥其实老师常常怎么样 在课程当中跟大家分享 职场真正需要的人才 其实每个阶段标签不同 那么我们来看 你刚进入职场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标签是 一定要让别人觉得 你非常肯学 各位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所谓的态度 就是这个人很积极 很想学任何东西 然后各位 你会看到他在工作上面 这种正面的态度 正面的这个样子 至于关键点在于 怎样叫做学习 记住 就是你必须要用出来 所以你要走到第二步骤 叫做创造力 所以在这一个阶段的标签里面 你要让别人觉得 你是一个怎么样 会有产生成果的人 你是一个会不断去修正流程 让事情变得更好的人 各位 你做事情怎么样 是会怎么样 越做越好 这种其实就是 我把学习力拿来 已经到怎么样 创造力 好 各位 到了第三个阶段 各位 叫做领导力 来自什么叫做领导力 就是你必须要开始做决策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们刚刚其实是这样怎么样 是在想出更好的方法 想出改善的流程 然后让这个工作更顺利 但是接着怎么样 各位 你必须要怎么练习 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决策 所以 好 别人会认为 这个阶段的标签就是 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 有决策力的人 有判断力的人 然后怎么样 各位 甚至会愿意带头 我们讲说当责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走到这里的时候 你可能就怎么样 慢慢的要往主管前进 到了第四个阶段 就是才来谈人际关系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其实前面的 在质押前面的过程当中 你给人家的标签 一定是怎么样 你是一个 想办法把工作能力 把它发挥到极致 你要把焦点放在工作能力的 建构上面 但是到了人际关系 这个阶段 其实就是你已经怎么样 升任了 这个所谓的中高阶的 这个主管的职位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重点并不是你做事而已 而是你要让人家 愿意帮你做事 那你会发现到 领导力 它可能展现在 表达的能力上 可能展现在 所谓的这个 我们讲说 做事情的这种 我们讲说判断 刚刚讲过了 那个洞察力各方面 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些能力 还是在自己身上 可是人际关系就不同了 人际关系就是 真的与人互动好的能力 好 那么接着呢 当你的人际关系 已经很圆滑 过程当中 你就会开始 真的带领你的团队 所以你要记住 有时候我们 即便升任主管 我们都不见得有团队 你可能还是一个人 单兵在作战 但是当你真的 能够拥有团队 其实某种程度 你就好像在公司内 创业一样的道理了 好 那到下一个阶段呢 叫做什么 你会开始考量 外在的环境的因素而已 而不是只是考量内部 你会发现到 这个职业的过程当中 从这里到这里 就是内 好 从这里到这里是内 好 那接着呢 到这里呢 开始怎么样 各位 你要考量到外部 所以呢 我们这样讲很简单好了 其实呢 这个环境因素呢 就是你可能已经担任了 某一个地区的 比如说大中华区 好 比如说这个北区 南区中区 这样的负责人 所以你要考量到 政治因素啊 现在的景气问题啊 好 然后呢 在下 接下来 你就要怎么样 开始思考 你被贴上标签是 你其实在找的是 工作的这个意义 所以很多人问说 老师 我觉得我工作没有意义 各位坦白讲一句话 如果你还在前面刚开始 不要去谈什么工作的意义 你应该好好学 好好创造成果 好 那你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你还记得最经典的 就是贾伯斯 他怎么挖脚 这个百事可乐总裁 他就问他说 你这辈子 想要继续卖糖水 还是想要改变世界 好 为什么这一句话 会打动对方呢 因为对方已经做到 百事可乐的这个CEO 就表示什么 他已经走到了这个 我们讲说环境因素的 下一个阶段 就是意义阶段 所以这个意义阶段 你需要的就是意义 所以他才能打动他 好 各位 接着呢 你开始for fun 你觉得这个在职场当中呢 就是 就对你来说是一个 怎么样很愉快的事情 当然 就会开始产生幸福的感觉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到 你每一天的工作 跟生活是紧密做结合的 而最后 各位 你的工作 其实已经是一种感恩 是一种回馈 是一种付出 好 所以在每一个阶段 每个阶段标签 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能力 所以职场当中需要的人才 他是要看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各位 他是不一样的 好 来 所以呢 今天老师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 星期一呢 总是话比较多一点点 那这个今天的内容 也蛮扎实的 但是呢 好 你不要忘记了 各位 做自己 其实不需要 与任何人对抗 因为真正的自己 一直以来 都是需要别人 所以你会发现到 一件事情是 跟我们说 你要坚持到 别人愿意支持你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大家 星期一早安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